现在是晚上到十点半了 给你们看看大山里的晚上有多么的安静 安静的都有点让人害怕 有啊有问我说你在这个大山里睡觉 你不害怕吗 害怕有个沙子有吗 害怕不也得睡觉吗 那也走不了啊 是不是啊 那不也得待着吗 今天是第六天了 不知道我还得在这里再待几天才能出去 好在呢院子里边晚上有这个路灯 有亮呢就不感觉害怕 要不然气黑一片那得给我家里嗷嗷哭 还好呢就是每天都有我的狗子陪着我 它虽然有点小但是安全感还是满满的 是不是啊娘娘 娘娘呢特别乖 现在就是我的小九位犬有逗拧它就叫 有网友还问我你怎么就被搜在这个小院里了呢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我被暂时隔离在这个小院里了 我已经做了两次核酸了都没有任何问题 为了呢不给别人添麻烦 咱们也要积极配合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 是吧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都会上车把车上所有的窗户 通通的全关好 然后呢再把窗上的门锁好 只有这样我才能有安全感 在确保一切都万无一丝的情况下 我才能上床踏实的睡觉 但是呢每天晚上睡觉 我都必须得聊着等 我才能上床 我才能上床